字幕提供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學習筆記 我是阿牛哥 我是賓州 這次想要大家探討什麼樣的一個議題 我想要探討泰國 泰國政治 對 你想要泰國 你會想到什麼東西 想要很熱啊 除了很熱呢 四面佛吧 還有呢 還有 我覺得他很亂 因為感覺好像老是政變 對 你講到很關鍵 就是談到泰國政治大家其實就會想到 這個政變嘛 因為你看對於台灣來講離泰國很近 你看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泰國是重要的據點 然後如果根據數據的話 泰國2017年到現在是台灣的 第十二大貿易夥伴 我們跟他的經貿晚來很密切 他跟別談別的 泰國是一個觀光聖地 這個全世界第十大的旅遊人口 感覺蠻厲害的 是啊 台灣人也喜歡去泰國旅遊 了解泰國對我們來說是蠻重要的 你如果要去經商或旅遊的話 政局的穩定與否 其實都會影響我們要去那邊投資 或去那邊旅遊 當然他離我們也很近 也不能關心 這樣子 那這個最近泰國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什麼事啊 因為他3月24號要舉行 這個全國的國會大選 那這個其實泰國最近有一個人 就是王室的這個 國王的大姐這個長公主 他要參選泰國的總理 他代表其中一個黨 泰愛國黨來參選泰國總理 什麼東西啊 對啊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是很嚴重的事情嗎 就是這個國王的姐姐參選總理 這件事情很嚴重你知道嗎 怎麼說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泰國 他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 那王室他其實是不能夠攝入政治 就是說所以這個引起泰國的這個軒然大波 那到我們現在錄影的這個時間點 這個應該泰國選舉委員會已經宣布 長公主這個沒有參選資格 對 就算長公主參選會怎麼樣嗎 很嚴重啊 會破壞君主立憲的傳統 那這個君主立憲的傳統 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會有君主立憲這個東西嗎 不知道 君主立憲這個東西是一個歷史的產物 就是說你看君主加立憲 為什麼君主要加立憲 這個得從歷史看起 就是說我們近代人類的歷史 他在近代人類政治體制 在往前邁進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出現了反君主專制的這個傳統 有君主然後呢 這個他同時又實行專制權利 沒有沒有沒有把權利給人民 那近代就至少產生兩種模式 一種是法國大革命 把這個君主給開翻掉了 然後呢 人民自己這個實行共和制度 就是自己選出自己的議會 然後選出自己的總統來領導國家 或自己的領袖來領導國家 那個已經不是君主 他不是世襲的 但是另外一種模式呢 就是君主立憲制 他呢 這個君主立憲制的特色就是 他既保留了傳統的政治文化 沒有把我這個國家毀掉 但是呢 他又把這個實際的權利 從君主手中奪出來 然後還給人民 所以既保留了君主的虛偽的這個形式 又實行了民主共和制 就是把實際的政治權利交給人民 所以君主立憲制 你可以看近代國家 有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通常有這樣的特色 就像現在的英國是最典型的 伊麗莎白女王 你可以看到最近 這個英國他脫歐談判 這個出現了國內的內政僵局 國會出現了僵局 那國會呢 打算要把這個議題 丟回給伊麗莎白女王 希望他出來擺平問題 他很聰明的 又做了一個儀式性的演講 把球又丟回去了 表明他不干涉實際政治 這樣子 就是嚴守君主不干涉實際政治的這個傳統 那這是英國 那這樣像日本現在也是一個君主立憲 就是日本天皇他想要退位了 他其實他在日本也是很有地位 可是日本他的實際權利在日本的國會手中 泰國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台灣也可以有自己的君主嗎 台灣不可能 台灣現在已經是選總統了 就是說因為你如果要追究台灣 台灣現在如果用中華民國體制來看的話 這個 我跟你講這會被獨派罵死 那我們台灣也可以選出自己的國王嗎 不可能了 台灣就是說 當然現在這個體制上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可是這個 台灣現在至少是繼承中華民國體制的 你如果回到中華民國體制去看的話 他是辛亥革命所建立起來的一個體制 那這個辛亥革命所建立起一個共和體制 就已經沒有君主了 他就是一個民主共和制 那你如果要回去探討之前的話 其實在清朝末年啊 就是說其實人家在講 對於這個康有為 曾經就提出過就是要實行君主立憲制 保留一個中國文化的傳統 然後又實行民主共和制 那君主是虛位了 那個都沒有被採納 就當然是革命派成功了 那時候提出來的國王的人選是誰啊 不曉得 他只是一個假設這樣子 也許保留清朝吧 清朝的這個王權 清廷吧 清朝朝廷 如果長公子職義參選的話 勢必會破壞整個體制嘛 那如果真的破壞了之後 就會怎麼樣嗎 破壞了他其實就是破壞了這個傳統 那會怎麼樣我是不曉得 不過就是破壞了泰國長期以來 王室不參政的傳統 我們可以回去看 就是泰國的這個君主立憲制 是從1932年建立的 雖然如同你剛剛講的 有十幾次這個軍事政變 對 可是在這些過程當中 泰國王室 他其實在一些重要的時刻的時候 他會出面介入政治 他介入的政治是用一個超然的 王室是立於這個國內的政黨競爭之上的角色 去平息政治紛爭 所以王室 君主立憲的王室 通常只有在政治危機 政治紛爭出現的時候 他會出來平息 比較典型的例子 其實是在1973年跟1992年 泰國王室 泰王這個前任的蒲美蓬 都涉入過 就是要求軍政府下海這樣子 那這是展現一個泰國王室 作為一個超然於黨派 政治之上的一個超然角色 幫他按個讚 那他下場如何呢 他下場如何如何 就是因為泰王他是受到泰國人民的敬重 就是說當然有人討論泰國王室 其實有很多記者深入的報導認為說 泰國王室他其實是被神化了 而且他利用很多刑事的罪名 就是污衊泰王罪 這個也會被判刑入獄 污衊泰王罪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兩面 就是泰國王室地位很崇高 可是他過於崇高 其實當然也會影響到他這個言論 相關的人民的集會結社等等的自由 這樣子 那當然是 那是以後我們要另外去討論的問題 對 泰國王室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帶子打住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現在要引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長公主 烏文樂 長公主烏文樂 參選代表泰愛國黨參選這件事情 其實是象徵著 就是說這十多年來 這個泰國的兩股政治勢力 一個是紅山軍勢力 一個是黃山軍勢力 這兩股政治勢力 在十多年來的政治 長期的政治鬥爭 的一個典型的代表 那你想到紅山軍 你會想到什麼 我想到老匾 這個想起也是2006年台灣的事情 不過泰國不是台灣 泰國的紅山軍 他是有他的底的 現在這個長公主 他所代表的勢力 其實是塔克辛政權 塔克辛跟他的後來當上總理 2011年當上總理的妹妹 盈拉 他分別就是這批 他們代表的勢力 紅山軍勢力 是以泰國的 城市的中下階級的人民 農村的農民 或者是一些比較中下階級的人民 為主的 他們是比較貧窮的 他們是反對城市精英的 反對軍政府的 這樣子 他們這批為首的勢力 現在這個長公主代表的勢力 就是想要去 就想要透過參選 去擊敗現在的軍政府 軍政府他在2014年取得政權 然後呢 他其實背後代表的勢力 其實是 你看他2014年他怎麼取得政權 他透過軍事政變的方式 政變的對象是誰 就是塔克辛的妹妹盈拉 那當年2014年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 就是泰國的憲法法院 宣告盈拉 違反憲法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調動了這個國安會秘書長的職務 然後呢 想要用他自己的人 然後憲法法院宣告他違憲 然後呢 他不服從 軍隊呢 馬上透過政變的方式把他趕下台 所以軍政府一直執政至今 好兇喔 對 所以現在的這個長公主 想要出來參選這件事情 可以被視為是 紅山軍勢力 也就是代表塔克辛跟他妹妹盈拉的勢力 想要進行反撲 他想要奪回他們的權力 所以這個泰國這個政治鬥爭 其實是以這個 本質上是一個階級鬥爭啦 就是以城市為主的 中產階級精英 還有知識分子等等為主的 這個黃山軍勢力 都市的勢力為主 還有泰國南部一些比較繁榮的城市 對抗泰國北部 以及中下階層的農民工人 城市的中下階級的人為主的 這樣一個黃山軍勢力 他是這樣的一個政治鬥爭 那這樣子 但是他們政變這麼頻繁 然後感覺國內又一團混亂 那我們的西南鄉政策 確定要在這種國家實行嗎 不會很危險嗎 你覺得危險在哪裡 我就是感人過去好像會被殺掉 不會 對 你這樣子我了解你的擔憂 你的擔憂就是擔心這個政局不穩 它會形成像內戰 但是這裡我們就要來談 就是說其實內戰跟政變是不一樣的 內戰大概就是像有些非洲國家 內戰它會形成這個殺戮 它是會有流血的 流血戰爭的那個叫內戰戰爭 它是會影響到平民老百姓的生命安危的 但是政變呢 它其實不會造成內戰的那個狀況 就是它基本上不太會有殺戮 政變要讓任何投資者 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它的這個因為政變 你這個一個政權不穩定 隨時有被政變的可能性的話 它的政策不延續 就是說它的經濟政策 它的那個對外開放的投資政策 它隨時會改變政策不延續 那旅客如果要擔心的話 頂多就是擔心就是說 你到那邊去旅遊的話 那他們如果有街頭的抗爭 它可能有時候會阻礙交通 或者是可能會有炸電的這種狀況 那旅客可能有時候就不能夠去 比較不方便去逛街購物 或者是去夜市逛街這樣吃東西 也像我們之前的太陽花 或是像那個立法院的紅山軍之類的 對大概就是說 像我們這個紅山軍導演運動 或任何的社會運動 基本上它會影響到這個社會 當時的那段時間的交通 然後政治的動盪 那可是外國人 他其實也來看就是當熱鬧看 只是說它會影響 其實不是你想的那樣 基本上除非極端狀況 不太會造成殺戮的這個狀況 政變它指的是一個政權取代另外一個政權 那我們現在講政變要令人擔心就是說 因為平凡的政權更迭取代 它會造成的政策不延續 或者是影響到民眾的一般的生活 但是它不至於造成像內戰那樣的高度的殺戮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會有這個什麼被殺的危險 我們倒是可以不用擔心 政變跟內戰要搞清楚它不一樣 那講了這麼多啊 那個為什麼泰國會軍事政變這種頻繁 這個問題很複雜 要做比較深入的討論 我們今天其實講 花太多時間去解釋這個王室的這個傳統 其實我們下次應該還有時間 我們應該要更多來討論 這個為什麼軍事政變這麼頻繁 這個對泰國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不過因為它3月24號才會舉行國會大選 我們今天只是有個觸發的事件 我們剛好來談泰國 我們以後還有時間 我們會更深入跟大家來談 就是所謂的這個 為什麼泰國這麼頻繁的軍事政變 還有它的泰國這個王室傳統 在泰國的這個政爭裡面 到底扮演什麼樣的重要角色 我想我們以後有機會再來談這些問題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談到就是 泰國的君主力限制的這個制度的特色 還有泰國國內的兩極化 紅三軍跟黃三軍兩股勢力的對立 這個政治的狀況 那不曉得各位對於泰國這個 兩極對立的政治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不曉得你可不可以反思到台灣的這個處境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見 也歡迎在我們底下留言給我們意見 當然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 也歡迎按讚留言跟分享出去 因為這對我們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這集節目就到這邊為止了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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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用來的 按讚 按讚 按讚